美元体系必定崩溃 中国及各国的货币政策特别是外汇储备管理必须加强应对能力 美国国债过去作为全球货币储备资产 迟早这个制度本身的设计一定会导致美元体系的崩溃 完全没有办法通过美国经济增长来摆脱 美国会继续印钞下去继续解决永续无底双赤字的漩涡 从2015年来各国外汇储备的构成看 美元资产的比例实际上已经在逐年降低 在美元货币体系危机已经到来 波动美元定价基准的必然将扰乱所有资产价格 已经越来越不适合作为国际定价的依循 2015年起而以美国国家债务信用为基础发行的储备货币的美元币值也会大幅波动 进而为极限有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 并引发各方寻找金本位替代方案的努力 虽然还有些人士认为虽然美元未来走弱可能难以避免 但仍难以撼动美元的主流地位 但是美债危机的实质是必须确保美元霸权 美国霸权 美国国家利益的核心在于美元霸权 所以美国必须拉拢说服世界各国包括日本在内 继续持有美国国债 但是利益攸关唯一的日本未必照单全收 所以由于美国债务问题的竞争考量 在于美元不会给予欧元喘息机会 见逢插针 但是不管如何美国心机 美元主导的国际金融格局新时代已经显著开始改变 过去原作为全球最主要储备货币 美元长期贬值理论与实物上具有必然性 但在过去没有更好的替代货币出现 美元2015年前仍保有第一主流的配置货币 作为美元霸权重要的储备货币载体 美债及时评级调降 也要威胁力劝骗诱世界各国买单 不准备大规模抛手 美国过去相信 即使单纯音频及调降 美元丧失核心货币地位的可能性也不大 但是2015年起这个想法已经动摇 众人力挺美元霸主地位无可替代 已经急剧改变 随着美国经济复苏的缓制不前 市场对美元也产生了不小的怀疑 甚至有市场人士提出美元储备货币的地位将受到挑战 2014年美元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仍将完好无损 2015年起开始有所改变 中国俄国欧洲亚洲中东等新奇的国家准备好转换全球高达数万亿美元的储备资产 虽然欧洲处于金融危机之中 但是欧元也期待接近接替美元成为储备货币的行列 美国是储备货币的持续经营者 美元作为全球主导货币 并非无可靠的替代者连结金本位固定汇率制改革 并从第一阶段连结金元汇率持有相对于金元汇率的各国货币 如人民币、欧元、黄金、持有 到第二阶段实质等价值的金元持有 皆不需要美元实质存有人具有完全保值功能 亚投行具有改革动机与能力 因动机良善不自私 改革或普遍或认同 不论是欧元还是人民币 或者是美国控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作用下 第一阶段改革都不能够完全剔去美元带美元全球主导货币的角色 过去世界因为甘愿赞同许可美元独霸 所以让美元在全球贸易结算中有着无可匹敌的地位 这令全球各国有充分理由对美国经济政策的变化十分敏感 但是这在公平货币保值及稳定支付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欧洲各国所共有的欧元是仅次于美元的主要货币 欧债危机已在该地区肆虐年年有余 美元的问题其实比小小的希腊问题严重许多 解决的方法只依赖各国愿意付代价 美元铸造税 协助美元继续霸权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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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